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1回 回前面我们再谈其他的事情吧 老太太等人呢 虽然说心中是疑惑万分 但是自然不敢为命紧跟了出去 于是啊 变客的功夫之后 韩丽再次坐在了大厅中原来的位子上 品尝着手中的一杯灵茶 目光微微的闪动 似乎有什么为难的事情 一时难以决断 其他的人呢看到了韩丽这般慎重的模样 自然是不敢打扰什么了 从老太太到海大少几个人呢 均都是恭恭敬敬的闭口不言了 就等着韩丽这边主动的开口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韩丽眉梢一条 将手中的茶杯放到了一旁的桌子上 似乎呢终于有了什么决定 白道友 你们对恋爱身上的寒毒到底了解多少呢 韩丽冲着中年男子问了一句 晚辈也曾经请过一些高人呢 仔细的诊断过 据说呢果儿体内的寒毒啊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地费寒气所致 大异于世间普通的冰毒之寒啊 除了合体修饰用莫大的法力强行驱逐之外 就只有几种传闻中的质阳的灵药才可能中和此寒毒的呀 白话局呢 心中一惊 急忙将所知的全部都讲得出来 难怪他们会有如此一说呀 韩丽听了呢却不置可否的淡淡一笑 啊 前辈 果儿的寒毒 难道还有另外的什么不妥吗 少妇听了韩丽之言已经大为担心 二位道友什么时候知道这丫头有着寒毒在身的呀 韩丽呢没有回答少妇的提问 而是反问了一句 啊 十九岁的时候 果儿在修炼的时候呢 忽然之间在密室之中晕倒了 我们这才发现有此寒毒的 当初呢 还只是不起眼的意思而已 我等了 开始还不在意 用了一些普通的方法来剥除此寒毒 结果呢 反而是火上浇油一般的迅速的恶化了起来 短短的几年的功夫就变成了眼下的这般模样了 可果儿刚刚出生的时候 我和岳母大人都检查过他体内的全身 并没有任何异常的 估计啊 多半是哪个仇家 趁我们不注意啊 暗算了我家果儿 唉 可惜啊 一直查不出来 这到底是何人下的毒手 否则的话 白毛拼着性命不要了也要 中年男子呢 先是满脸痛心之色 接着呢又有一些咬牙切齿了起来 一旁的少妇也面容阴沉了下去 显然呢 对这个仇家也是痛恨一场啊 仇家 不 这寒毒是从胎里就自身带来的 并非什么地费寒气 而是大有来历之物啊 韩丽木光一扫二人淡淡的说道 既然是前辈所说 虽然不会有假 但是前辈能否给小徒略加解释一二 以解他们的疑惑呀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老太太恭敬地开口说 没什么 倒有就是不问 在下也会说清楚的 这丫头啊 其实怀有一种传说中的灵体 透髓之体 在出生的时候呢 此种体质无法察觉得出来 只有到了九岁的时候才会出现征兆 但是 寒毒第一次发作时极其的猛烈 据说拥有这种灵体在身之人呢 多半都会在第一次爆发的时候陨落而亡了 故而即使这种灵体在一些上古典籍当中也是含有记载 若不是我巧合之下知道此事 恐怕也会将这丫头体内的寒毒当作普通的地费寒气处理了呀 寒厉终于缓缓地解释了起来 什么 冰随之体 少妇和中年男子呢 互相看了一眼 脸上全是惊讶之色呀 这种灵体他们的确是第一次听说过 心中自然的不停有几分疑惑 不计暗自嘀咕这其中的真假的 倒是那名老太太在听到冰随之体的名字 皱纹脸孔为之一动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呀 海大少二人自然更不会听说什么冰随之体 只能是大眼瞪小眼的望着其他人而已 至于含厉呢 则在说完了之后又端起茶杯 清品了一口 一副信不信全由少妇等人随意的样子 冰随之体 这果儿果然是这种体质 如此的话 可是祸福难料了哟 老太太竟在此时喃喃自语了起来 师父 你也知道这种异常的灵体吗 少妇有些惊讶地问道 为师自己不知道 但是早年曾经听一位好友偶尔谈起到这种灵体 所说内容啊 倒是和韩前辈一般无二 却万万没有想到 果儿就拥有此种灵体在身 但是此时是祸是福 实在是难说得很啊 老太太忘了喊了一眼 师父的意思是 少妇脸色一变 我听那位好友说 这种冰随之体不但九岁的时候开始发作 而且体内的寒气会一年胜死一年 这一般的情况之下呀 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 灵体主人就会必死无疑 若想活命呢 只有两种方法才可以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 哦 师父 是哪两种方法呀 少妇文言大喜急忙地追问道 这一种呢 就是请一名合体妻存在 每年都用强大的法力将寒毒驱散开来 然后呢 在不惜真缘 助其洗髓经脉 挨过百年之后 灵体主人就可适应此种寒气 再也没有办法对身体呢 有任何的损伤了 并且略加修炼之后 这股其寒之力呀 还可以呢 化为一种名叫冰随寒破的大神通 那威能之大 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哦 有这种事情 那这冰随灵体 应该是一种绝佳的天赋才是 为什么前辈却说他祸福难料呢 中年男子一正之下也惊喜的问道 那是因为呀 给冰随灵体 带有的极寒 哪是那么容易压制的 前数十年还好 只要花些时间 合体期修饰呀 还可以轻易的压制 这到了后数十年呢 既要保证法力不伤死灵体之主体呀 还要将那寒毒呢 强行的驱散 几乎每一次压制 合体期修饰都会损耗不少真元的 特别是到了最后十几年 这种损耗根本不是打坐可以弥补回来的 更别说在这期间 那位合体期修饰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法力 给灵体之主一经洗髓 那如此计算下来 足足会让出手的合体修饰 当个数百年的苦修的时间 这种损迹利人的事情 又有哪位前辈愿意去做呢 老太太哭笑了一声说道 听完了老太太的话 月华仙子和白华吉刚刚显露的喜色 就一下子消散不见了 数百年的时间修炼当歌 哪怕是至亲之人 也没有几名修士愿意为之舍弃的 强行用水火共济之法改变冰髓之体 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丝毫不比第一种方法呀 简单到哪里去呦 不要说那些灵药是世间罕见吧 千年难处一次 根本不是我等能够搜集到的 就算是啊 真的能够找到也炼制出来制阳的丹药 服用下去之后 同样的后患无穷 虽可将冰髓之体破除了 但是随之一同破坏掉的 还有灵体主人的灵根资质 种则呀 彻底的破坏灵根变成了一介凡人 兴则呢 灵根变得低劣无比 修仙路上 从此苦难重重哦 老太太神色凝重的说道 中年男子的面容啊 是一件惨白 再也没有任何话可说呢 到时少妇愣了一会儿之后 忽然一咬银牙 从韩里看清道 韩前辈 你老人家法力广大 前辈 若能够出手相救果儿 晚辈一家 以后必定坐牛坐马 相报大恩 听到少妇如此一说 老太太等人心中一动 也不禁的都望向了韩丽 先前呢 韩丽明显摆出了一副 就位女童而来的架势 如此的话 这位韩前辈 倒不是没有出手的可能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中年男子二话不说 冲韩丽倒头变败啊 韩丽文言却露出了四笑非笑的表情 伴上之后他才徐徐的说道 哼 你倒也算心中明白 不错 韩某竟然身处此地 的确有救下这丫头的意思呀 啊 多谢前辈大安大德 少妇一听说 这个真的如自己所猜测的那般心中狂喜之下 也要冲韩丽一跪而败 但是韩丽一摇头 一只袖子一抖而出啊 顿时呢 一股无形的距离 同时在白话及二人身下浮出 将他们向上一拖 一人根本无法败道而下 一人呢 却被强行的一拖而起 你二人先别忙着谢我 是否真的出手 还要看你们是否肯答应我的条件再说 虽然说我对这小丫头的印象不错 但是也不可能白白耽误自身的数百年的苦修的 韩丽神色淡淡的说道 前辈有什么条件 请管说 只要能够做到的 晚辈绝对没有二话 月华仙子丝毫考虑没有的答应道 中年男子虽然说心中一灵 但是同样的没有说出意义的话出来 毕竟啊 韩丽呢 是他爱女活命的唯一的机会了 这个条件嘛 很简单 韩某可以助这小丫头修炼成 冰随韩魄的大神通 甚至于呢 可以将他收为记名弟子 但是当其神通大成的时候 必须不及任何代价去替我寻找一样东西去 这东西可能就在人妖两族中 也可能在蛮荒的某一角落之内 也只有修炼冰随寒魄的人呢 才有可能去寻找得到 当然了 这自然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二位道友还打算替小丫头答应下来吗 杭丽望着少妇二人 目光一闪的问道 深入蛮荒 白话及文言时到其了一口凉气啊 脸上顿线犹豫之色出了呀 倒是月华先子呢 虽然说同样的面色微变 但是略意思量之下 就小心的反问了一句 但不知前辈所说的神通大成的时候 果然大概会有何等的修为境界了 若是修为太低的话 进入蛮荒世界 可是有去无回呀 这个二位放心 既然韩某呢将其收为记名弟子 还花费如此大的力气来助其修炼冰随寒魄 虽然不能真的让他有去无回的 他所寻找的东西 起码也有化神以上的修为 才可能感应得到 并且呢 我还会赐给他一些重宝加以防身 若是在人妖两族附近就能寻找到的话 也根本就无需冒险去蛮荒中寻找的 否则的话 就在人妖两族附近没有 我也会等他修为再有所静静的时候 才会让他进入到蛮荒世界的 韩丽呢 似乎啊 已经有所考虑 平静的一一说出 化神境界 这就足够了 此境界对于晚辈来说 也是渴望不可其的 况且前辈不出手相救 这孩子连眼下的这几年都没有办法挨过 而修炼到化神境界起码是近千年之后的事情了 岳华仙子啊 修为不高 但倒也呢 果断异常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至于白化吉就算还有些担心 但是也知道少父之言极其有理 也是连连点头啊 老太太在一旁呢 更没有劝阻的理由了 好吧 既然这样 果儿这丫头 我会收为记名弟子 然后呢 在今后的百年之内 让他暂时跟在我身边 而过了百年之后 韩某就会将他还给你们的 以后呢 除了修炼上指点的事情之外 也不会干涉他任何事情的 韩丽笑了一笑 神色和善的说道 小女以后就多拜托前辈了 中年男子文言真心的放心起来 他满脸感激之色的再次深深一礼啊 韩丽呢 没有施法拒绝 坦然的接受了对方的礼拜 岳华仙子呢 同样是面带喜色的 对韩丽称邪不已 而老太太在一旁呢 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同时心中啊 不禁心花怒放 虽然说对方只将果儿收为记名弟子 并没有将衣博呢 全部传承之意 但是多少呢 也将这位合体骑前辈 和他们金广宗 拉上了一些渊源 别的不说吧 这最起码可以胡假虎为一番 再也不用担心别人轻易的欺上门来了呀 但是就在老太太在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 好和韩丽多拉上一些关系 一个怯声声的声音 却突然在一旁响起 韩前辈 晚辈二人 是否也能够败在你的门下呀 听到这个声音呢 老太太等人 金不禁一乱转头望去 这点说话之人呢 赫然正是下方站立的海大少 此刻他眼巴巴的望着韩丽 既是有些忐忑 又是有些期待的样子 败入我的门下 韩丽望着海大少笑了一下 既没有出演马上拒绝呢 也没有答应的样子 那前辈 这是不是算是答应了 七灵子壮起了胆子 也在一旁嬉笑着问道 显然啊 小道士很清楚 现在对于他和海大少来说 可是千载难逢的天大的机缘呢 能够败在一名合体修士门下 这不知道有多少低阶修士平常啊 只能做梦想想的事情 过呢 他二人一见 韩丽收下白骨儿做记名弟子之后呢 当即呢 悄悄的传言商量了几句 也就依仗先前和韩丽的那份熟悉 厚着脸皮的 直接拜起诗来 你们两个人先起来 拜诗的事情 别着急 过些日子再说 在万宝大会期间 先跟在我身边一段时间再说吧 韩丽呢 将笑容一收 终于呢 凝重的说道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回 修仙传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回 听完了韩丽的话之后啊 这海大少啊 眨巴眨巴眼睛 没有流露出失望之色 反而立刻欣喜的说 我知道 韩前辈需要再考验晚辈一天时间 放心吧 晚辈别的本事没有 对师长的孝敬之心 绝对是世间难寻的呀 晚辈也一定会让前辈满意的 这七灵子啊 则冲韩丽先刻了三个响头 这才笑兮兮的站了起来 韩丽脸上呢 露出了一丝哭笑不得的表情 点了点头 但是又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 他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 果儿体内的寒毒 一定被我驱散过一次了 一年之内呢 都不会再重新发作的 晚宝大会之后 我自会到此将这丫头带走的 在此期间呢 你们先好好的准备一下吧 哦 对了 这块炎阳玉 让小丫头贴身带着 虽然说不可能驱除寒毒 但是对其身体呢 自有一方好处的 此玉呢 还是一种防身法器 遇到危险的时候 自会护主一次的 另外呢 我这里还有一瓶养精丹 你给果儿两天一颗的服下去吧 哈利说完此话 袖子突然往一旁的桌子上一服 顿时呢 一块闪动着红光的方形玉佩 还有一个翠绿的小瓶 同时出现在了桌面上 清楚感受到玉佩上散发的惊人的灵气 就可以知道玉佩非同小可呀 至于养精丹 那也是灵界鼎鼎大名的 不原圣药 正适合呢 现在元气有损的小丫头 少妇顿时大喜过望连忙谢过 将二物小心的收了起来 一旁的海大少和气灵子 见到韩丽 刚刚收下的记名弟子 立刻就有这般好处 倒也丝毫不掩饰脸上的嘖嘖羡慕之色 让韩丽看了呢 心中有些好笑 略意思量之下 手掌一翻转 又拿出了另外两瓶丹药 分别扔给了这二人 并微笑着说道 不管以后会不会收入你们门下 但是这一路同行啊 总算和我是有些缘分的 这两瓶丹药 一瓶呢 可以一经前谷 一瓶能够增进法力 你们二人收下吧 多谢韩前辈 海大少和气灵子自然大喜啊 接过了药瓶之后 立刻异口同声的谢道 大港韩丽这个未来的师父 真的是跟对了 然后呢 如获至宝的将瓶子 小心翼翼的收了起来 下面的时间 韩丽并没有在此地 多有逗留的意思 在说了几句话之后 就带着海大少二人呢 从容的离开了此地 片刻功夫之后 三个人都身处一件飞车之上 徐徐的 向九仙山的方向飞去了 韩前辈 下面我们要去何地啊 是不是也要找一处地方当作临时的洞府呢 眼见离九仙山越来越远 这气灵子在飞车中忍不住的问道 不用如此麻烦的 九仙山虽然现在禁止外人进入 但那也只是对普通修士来说 我等过去了 自然会有专门之人招待的 韩丽不以为意的回答道 嘿 原来如此呀 我说嘛 韩前辈是合体期的存在 怎么可能和普通修士一般 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落脚呢 海大少笑嘻嘻的说道 就是就是 想来山内招待前辈的地方啊 那一定是福利堂皇一场啊 我二人可真是沾了前辈的光 也可以进去先开一下眼界了呀 气灵子眨巴眨巴眼睛 同样是大拍马屁啊 杭丽虽然立刻听出了二人的奉承之意 只是黑黑一笑 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没过多久啊 这飞车呀就从一片方式上空经过 一头扎进了前方的山脉当中 千余里的距离啊 对这辆作为顶级飞行法器的飞车来说 那几乎是眨眼的功夫就到了 前方 默然出现了一天蓝色的云海彻底的挡住了去路 杭丽呢 单足轻轻一踩足下的法器 顿时呢 飞车一个盘旋停了下来 他也不说话 两手一挫 同时呢冲着云海一扬 一声轰鸣 两道金色的闪电弹射而出 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云海当中 下一刻呀 蓝色云雾中轰轰轰 两声巨响传来呀 两股巨大的铃鸦从云海爆发而出 将前方蓝色的云雾激荡的一阵剧烈的风滚 犹如狂逃海啸一般 接下来 韩丽呢 却两手啊 往身后一背 悠然的站在车中 不再有其他的举动了 仿佛呢 在等待着什么一般 海大少和气灵子见此情形呢 心中有些嘀咕 但是啊 却不敢胡乱的开口询问 老老实实的站在了韩丽身后 结果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 前方悟海中隐隐的呢 传出了几声怪物的售吼 接着呀 一个男子气急败坏的大鹤 从里面一下子传出 谁这么大胆 竟然敢攻击此处的禁制 不知道从三个月之前 这里就开始成为禁地了吗 男子的吼声刚一落下 蓝色的云雾一阵波动传来 云海突然之间的向两边一分 让出了一条树杖粗的巨大的通道 蓝光一闪从里面一下子飞出了 树头骑着巨大怪兽的卫视 这些卫视啊 一个个身材高大 绑大遥远看上去 足足比韩丽高出两个头去 上半身披着一件粗犷的白色骨甲 下半身呢 则穿着各式的皮裤 一手呢挽着方形的巨大的骨盾 一手提着粗大的黑毛 而他们坐下的那些怪兽 仿佛一只只呢 生有巨大肉翠的巨狼 但是浑身皮毛发蓝 隐隐的呢 有丝丝的电光闪动不已 显得是神秘异常啊 但是这几名卫视身上 丝毫法力波动不见 竟确实一群罕见的高阶炼体士 单凭肉身强横 就几乎都相当于 结单的修饰了 一件含力站在空中飞车当中 用略感兴趣的目光啊 打亮着他们 一点回避或逃走的样子都没有 四名卫视 反而不禁一愣 其中身材最高大 看似为首的一名大汉 原本有些凶恶的表情呢 变得有几分惊异起来 他一挥手之下 此人呢 一起勒住了怪兽 停在了雾海边缘处 你们就是玄武镜 大名鼎鼎的雷卫吧 果然是名不虚传 不过你们出现在此地了 难道霸皇道游 已经先到九仙山了吗 韩丽呢 不等这几个人发问 就自顾自的先问道 一听韩丽口气这么大 这几名卫视一惊之下 更不敢怠慢了 为首的大汉神色一宁 连忙冲韩丽抱拳 恭敬地说道 我们这几个人的确是霸皇大人身边的雷卫 但是霸皇大人没有驾临此地 我等这一队人呢 是先到九仙山 负责加强此地秩序的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啊 韩丽的名字 你们不一定听说过呀 不过前一段时间 你们霸皇还派人请我加入霸皇宫的 不过因为其他的缘由呢 我只能推辞掉了 韩丽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什么 难道前辈就是新晋街合体的韩丽 韩前辈吗 哦 你知道我 这倒有些出乎韩丽的预料啊 他刚一开口 为首的卫视啊 竟立刻叫出了他的名字 一副九仰大名的样子 这让他骇人之下 不禁仔细地打亮了对方一眼 这才发现呢 为首的大汉虽然说是一名炼体士 但是身上竟然隐隐地有宝光套体而出 似乎呢 带有好几千不若宝物在身的样子 似乎还真的不同于其他的三名炼体士 前辈莫怪 晚辈祖父啊 是霸皇身边的四名贴身历史之一 这才偶尔知道一些前辈的消息 看到了这韩丽啊 有些惊讶 大汉的急忙开口呢 解释了几句 贴身历史 哦 我倒听说过一些 听说呀 这四名道友都是顶级的炼体士出身 外加又经霸皇精心的栽培 虽然说没有法力在身吧 但是 每一个人啊 肉身都强横无比 可硬汉顶级宝物 具有晴天的距离啊 韩丽有些恍然了 足复这点名头 在韩前辈面前哪值一提啊 前辈远道而来 想来也肯定有些疲倦了吧 晚辈 这就引前辈进入里面 请到迎先攻险休息一下 为首的卫士 虽然说生的是五大三粗 但是此刻呢 却显得呀 心思灵巧 陪笑着说道 哼 你这么一说 我的身体还真的有些乏了 好吧 头前耐路 韩丽点了一下头 是 前辈请见 四名卫士恭敬的再次身识一礼 这才左右一分往来路 徐徐的飞去了 韩丽所以足下飞车大模大样的 跟进了雾海当中 这雾海呢 显然并不太大 只是片刻的功夫呢 韩丽就随着前边的四名炼体士 一飞而出 直奔远处的某座飓飞队而去的 九仙山的九座山头 一般呢 是由我们和妖族啊 分别执掌其中的四座 那最高的那座飞仙峰 却是自由之地 居住的呢 是自由之地的繁衍 平常两族不会派人驻扎在那里的 故而这一次万宝大会召开的主场 自然也就是在这座飞仙峰上的 现在啊 我们两族 一些精通土系神通的修士和妖族呢 正在日夜的布置整座山峰 当然光这么一座山峰 不可能同时容纳两族之人啊 所以在万宝大会召开期间呢 其余八座山峰也会被开放的 会在修建出其他八座附会场 一共容纳参加盛会的所有的人 呃 但是就晚辈估计啊 即使如此 到时候也会人满为患的 毕竟往年的万宝大会 每一届几乎都有百万以上的参加者 好在这一次的万宝大会 早在年始之前就开始准备了 这应该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不过晚辈听说呀 这一次的大会和以前相比 还是另外有些不同的 一路上 为少的大汉非常识趣的 主动的给韩丽呢 介绍了一下九仙山 以及万宝大会准备的情形 但是呢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声音却明显的一顿 怎么 有何不同之处啊 韩丽却心中一动 缓缓的问道 呃 这晚辈也是无意中听到的一些传言 也不知道是否属实 那万一有说错的地方 还望前辈不要怪罪啊 大汉迟疑了一下说道 放心吧 其中的真假 我自会判断的 怎么也不会怪罪到你的头上的 韩丽洒了对方一眼 淡淡的说道 好吧 那 晚辈就斗胆了 呃 晚辈听说呀 这次的万宝大会 可能会由外族人参加 并会拿出一些 一族质保公开拍卖的 大汉清晰了一口气 这才谨慎的说道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一族人 难道是附近的木族灵族 还是蛮族和夜叉族人呢 韩丽听来真的有些吃惊啊 不禁面色微变的问道 这个嘛 晚辈就真的不清楚了 晚辈毕竟只是一名普通的雷味啊 大汉苦笑了一声 吃掉也是 不过你这个人情啊 我记下了 那 这几瓶补原单 你们几个人拿去吧 几天服饰一颗的话 可以凭空延长你等的一些受缘 以后 若是再听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尽管来告知我 我呢 是不会亏待你们几个人的 韩丽脸色阴晴了一会儿 神色也就恢复了平静 但是一番手呢 将几瓶丹药 扔给了眼前的四名卫士 哦 多谢前辈赏赐 晚辈若还知道一些什么 一定会提前告诉您的 为首大汉一听 补原单之名啊 顿时喜出望外的接了过去 并声音微颤的回答道 其余三个人呢 同样惊喜的 也急忙败谢 韩丽却摆了摆手 就在车中呢 微眯双目不语了 这四名雷卫 也异常识趣的 不再打扰韩丽什么 带着韩丽的飞车 再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来到了某座山峰的山脚处 直接那里啊 一大片楼台 隔雨连在一起 几乎将大半的山峰呢 都包在了其中 而在这些建筑当中 一座富丽堂皇的白玉宫殿 足有三四百丈之高啊 共分十来层 宏伟壮丽异常 而围着此座宫殿 一座座精致异常的阁楼 东一座西一座的 足有上百之多 将白玉宫殿的 隐隐的围在正中间的样子 啊 韩前辈 这就是迎仙宫 所有合体期的前辈 都可带门人子弟独占一层的 每一层宫殿都有专门的传送法阵 无需经过下方的楼层 就可直接传送到一层公共大殿的 周围的那些阁楼啊 则是为练习期的前辈们准备的 不过呢 现在也只有前辈这样的合体修饰 才有资格进入此地的 而每座山峰下面都设有同样的一座迎仙宫 可接纳所有道会的合体期前辈 为首大汉尽心尽力的介绍着 哦 这里的这座迎仙宫可已经有人住进去了吗 含了一听此话呀 有些感兴趣了 前辈明见 除了一个月前驾临的万古真人和其名下的弟子之外 此地就再无第二个合体期修饰了 大汉老老实实地回答 万古真人 我倒是听说过一些 听说这位道友原本也是一名散修 但是万年前开创了白骨门成了一派的开派祖师 这项似乎不小啊 韩力略以沉吟地说道 说起来 白骨门在我们玄武境内也是不小的势力了 这足可以寄进十大宗门之列的 如此短的时间就能够坐到此步 可见万古前辈的神通了 哦 对了 万古前辈现在居住在迎仙宫的最高层处 前辈想住哪一层的话 到时候尽管和迎仙宫的总管大人 输一声就可以了 大汉恭敬地回答 说话之间的这四名雷卫啊 已经将韩力引到了白玉宫殿的大门之处 那里呢 有几名身穿青色甲衣的甲氏 直直地守在那里 围守大汉急忙跳下了巨狼 走到了一名守卫的身前呢 冲韩力呢 指了指又滴滴地说了几句什么之后 那名青甲卫 原本有些冷漠的表情 面色一变 仔细地打亮了韩力两眼之后 立刻冲韩力一半 就急忙反身进入到了大门之内 而大汉的重新回到了韩力身边说 韩前辈啊 晚辈等人还有巡查重任在身 不能在此久待 这一会儿先攻的总管大人就会亲自出来迎接前辈的 那晚辈四人就先走一步了 说着 大汉四人呢 冲韩力微微地攻了一下身子 说出了告辞之言 韩力自然不会阻拦 摆了摆手 就放着四名雷卫离开了 几乎呢 就在大汉等人的巨狼刚一腾空而走的瞬间 从殿门内也走出了两人出来 因为那正是刚才跑进门内的那名清甲卫士 另一位呢 则是一名身穿灰袍的白面老者 双目微绿 引有刺盲闪动 竟然是一名练须中期的修士 哎呦 这位就是韩力前辈吧 不知前辈驾临 晚辈宗勉 未能出门远迎 还望前辈恕罪 老者挤不上前 摇摇地冲韩力就是一礼 恭敬十足啊 宗道友不必客气 在下长途到此也有些疲乏了 还是尽快安排好住宿之处吧 韩力呢 也打亮了对方极眼 平静地说道 前辈放心 这迎信公啊 早就布置好了一切 前辈马上就可以搬进去的 除了顶层呢 被万古前辈住下之外 第一层无法住人 还有其余八层如今呢 都空闲着 前辈可以任意地挑选的 行啊 那就第五层吧 不高也不低 倒是正适合我呀 韩力想了一想 如此说道 哎呀 是 我带前辈先过去看一看 有什么不满意的晚辈子会马上帮忙调换的 老者有些讨好的说 韩力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 就在对方的引领之下进入到了迎仙宫一层的大殿当中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原修仙传第1163回 请不吝 Japan 请不吝大家 感谢观看